大家好 我是台大醫學院名義教授 李明彬醫師 國防部這一次可以推展心情溫度計 來協助弟兄們姐妹們 可以來了解自己的心情 這是邁向健康處境很重要的一步 讓我們國防部所服務的 或是關懷的弟兄 還有姐妹 官兵們 大概蠻多比例 我是屬於青少年的這個年齡層 那我們的青少年朋友們 在填寫這個問卷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什麼疑問 或想進一步需要我來解釋的 那我是相當開心可以來幫各位來解答 心情溫度計來測心情真的有用嗎 像我自己是覺得有用啦 因為至少還像有一個人關心我 那我們來聽聽理事長的說明好了 所以問題問得很好 萬一這個禮拜你很努力去 要針對對心情溫度 焦慮猶豫這些部分要去努力 結果還是沒有改變 這個正是心情溫度計定期測量的好處 所以我請大家務必安心 分數過高 沒有下降 那叫用於求助 每週都要測心情溫度計 很累人耶 到底有什麼用啊 心情不好的時候 自己調適一下就可以恢復了 但我還是要聽一下理事長要告訴我們什麼 重點就在於說 如果你把它當作一個測量 是一個成績 一個結果 要給別人來看的話 那個意義就不大 所以心情溫度計是 協助你去自我 來理解 或來知道 你的情緒 適應的一個程度 所以不會因為每個禮拜去填寫 而就覺得不好 而更重要的 如果你有空 每個禮拜填寫 可以觀察我們情緒的起伏 來徹底去了解自己的情緒 被影響的外在或內在原因 測量心情溫度計 心情就會變好嗎 難道就不會想自傷了嗎 心情溫度計如果APP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記錄 過去一個禮拜這段時間裡面 你的情緒的溫度的一個變化 過去一個禮拜 我有明顯的自殺或自傷的想法 那因為這樣的想法 感到很苦或很困擾的話 你也要尋求幫忙 謝謝理事長的解答 相信大家一定都覺得 心情溫度計很不錯吧 所以 我們一起 每週測心情 及時又簡便 自助又助人 測量心情溫度計 生活幸福又美滿 讚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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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